好,下面咱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Exploring really deep caves is not a task for the Sunday afternoon rambler 他说去探索那些确实非常深的那些洞穴 并不是在星期天下午散步的那些人能够从事的这样的工作 就说确实相当有挑战 这个中语呢,是Exploring这个洞名词 而不是后面那个Caves 这个Caves是做Exploring 这个洞名词Explore的宾语 所以它卫语动词用is而不用r是有道理的 因为主位一致 它的主语是Exploring这个动作而不是Caves 所以注意这个后面卫语动词是s而不是r要注意 那么考察真正很深的洞穴 并不是一个在星期天下午散步的这个家伙能够去完成的工作 这个Rambler就漫步者闲逛者 这个当尝试怎么知道就行了 但是在这里面加定过词的依然再次出现 我们说过在这是类指并不是特指 因为在上门中没有出现某一个漫步的人 所以不能发现成那个星天下午漫步的人 而是指这个类型的人 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如果当主义的话 卫语动词还能用单数,因为形式上是单数 我们说the加单数名词可以表示种类 那表示种类有三个形式,咱们再复习一下 哪三个形式?一般来说可数名词的种类 第一个,定格词的加单数名词 第二个,a或者是and不定冠词加单数名词 第三个就是负数名词,都可以 咱们再看一看这几个例子 这三句话意思类似 马是一种有用的动物 Horses are useful animals The horse is a useful animal A horse is a useful animal 都是正确的 负数名词,单数加the,单数加a都行 但负数名词后面位语得用负数 后面两个位语呢,用单数主为一致 从形式要一致就好了 本文中显然是第二种用法 那么本文这剧情又特别精彩 我说某个事情可不是某人能胜任的 咱们把这剧情提论出来 叫something is not a task for somebody 这个事可不是这种人能够胜任的 这种人一样可以用单数前面词定词的 这种事可不是这种人能胜任的 并不是他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就好了 咱们看几个例子 出国留学可不是蓝汉所能胜任的这么一个事 蓝汉咱们以前见过 叫lazy bones 就是蓝骨头蓝汉 出国留学嘛,得备考嘛 还联系大学 未来出国要辛勤地去学习 蓝家伙 他称呼不了 好了,我们看出国留学叫study abroad 在这用动名词studying就好了 试试看啊 studying abroad is not a task for the lazy bones 就好了 出国留学并不是这种蓝汉能胜任的工作 it's not a task for somebody 就好了 咱们再试试看 再换一个句子 做一个好老公 可不是花花公子playboy 他们能胜任的工作 好老公第一个赚钱养家 第二个呢 要疼人 各个方面得做出表率嘛 这花花公子 烂情的人 他做不到嘛 做个好老公 我们还用动名词being当主义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啊 being a good husband is not a task 注意后面这词 叫for the playboy 好 注意这个句型 it's not a task for somebody 就是这种事 可不是某人能胜任的职名工作 那本文中呢 说得也好嘛 就是这个 去探索那些 确实特别深的洞穴 可不是 星天下午去散步的人 当当当当 去闲逛 去能完成任务的 我们说 such undertakings require the precise planning and foresigh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这样一种 entertaking 一般表示承担的工作 或者是任务 undertake 咱们以前不是说过嘛 承担某个任务 我去从事 往往是比较困难艰苦的一个工作 entaking 就是某人承担的这个任务 或者是工作 而且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任务 或工作 那么这种工作 这种任务怎么样呢 需要精确的规划 precise planning 还有什么呢 还有foresight这个远件 什么远件 叫 military operations 需要军事行动般的 这个远件 这个operation 咱们不重复了 在以前多次讲过 operation不见的是手术 可以表示工作 活动 或行动 大家还记得吧 clean up operation 叫大扫除 什么rescue operation 叫营救工作 营救行动 salvage operation 打捞工作 咱们见过 那么咱们以后 把这句型又提炼出来了 你看看句型啊 咱们提炼出来之后 就效率就高了 对不对 required precise planning and foresight 什么什么的 做某事 需要呢 精确的规划 还有呢 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的远件 foresight presight 叫精密的精确的 试试看呗 炒股需要一个 职业投资人的 精密计划和远见 炒股票必须 能洞悉未来的发展 和经济形势 这个才能赚钱 这个炒股 可以叫speculation speculation 叫投机 做投机买卖 或者表示推测 也行 投机不也是一个推测吗 用一个词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peculation speculation 在某方面投机 我们家接着in in stocks 在股票方面投机 就是做炒股票 职业投资人 professional investor 就好了 咱们把它说一遍 试试看 炒股 speculation in stocks 需要 requires the precise planning and foresight of a professional investor 只要我们单词量够 只要我们语法基础 句法基础好 写的句子就一定会活灵活现 而且充满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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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素材 它不光是写的对 而且写的非常漂亮和地道 这个答费马上就出来了 对吧 我们再回顾一下 speculation in stocks requires 注意在这 speculation 单数嘛 所以主为一致 因为在这第三个单数叫s 需要什么呢 精细的规划和远见 什么 一个职业投资人的精密规划 还有它的远见 才行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句子时 我们又回忆起在41课的句子 咱不要讲了后面 往前面 咱们回顾一下 在41课里面 192页21行 又需要一个 呃 出现过一个 需要大量的规划这个词 而且又operation这个词 就是192页第21行 回顾这个句子 192页的第21行 for them this is a major operation which involves considerable planning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行动 重要的工作 它需要大量精心的规划 才行 这个里边 a major operation 不是大手术 而是重大行动 这个operation 咱们说了行动工作 evolves卷入了 包含有个需要吗 conserval大量的 非常多的 可观的这个规划 那么我们在复习 在以前说过的句子 出国留学 是个重大行动 需要大量精心的计划 对吧 咱们用这个来说说看 该怎么说 还是出国留学 又来一遍 studying abroad is a major operation 我们背一遍 which involves considerable planning 咱们以前讲过的句情 不要忘记 你看多精彩的句子 立刻就出来了 举一反三的 把好剧情总结起来 老师讲过了 并不代表你马上就会了 那是李安隆老师 我又会了 为什么呢 我每讲一遍 我复习一遍 大家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否则的话 这知识依然是我的 你只是在旁边看个热闹 那么怎么样做到 内行看门道呢 把它弄熟了 记住就好了 那么职业和业余的 往往就差一个字 就是熟 熟了之后 您就是专业职业水平了 一定把它背下来 记住 好 咱们看第三句话 后面说 It can take as long as eight days to rig up rope ladders and to establish supply bases before the sand can be made into a very deep cave 这个句子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好 在这里面 It can take as long as eight days 这是第一行的这个正体字 到这儿结束 其实是句子主干结构 这个句子里面的主干结构里的主语是 It 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那个写底字 从to开始 一直到basis结束 Due to rig up rope ladders and to establish supply bases 这两个用and连接并列的 动词不定式 是真正主语 所以第一个 就要搭起一些绳梯 第二个呢 建立供应基地 这两个事情 可能会花费 长达八天之久的时间 然后在句末的这个黄颜色 是整个句子里面 签套的一个时间状语 这是由借词before 构成的一个时间状语 就借词状语 当状语来用 在我们深入到 非常非常深的洞穴之前 光搭建绳梯和建设供应基地 就得花费长达八天的这个时间 把这个语法结构先看清 那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动词 就是take 这个take在这儿 得发生需要 需要长达八天的这个时间 这个take在这儿 发生着需要 这是take这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那表示需要 我们看到刚好是对上一句话开头 你看在上一句话开头 说出现的是 Sat and a take require require 跟本分钟这个take 明显又是个替换 都发生着需要 take表示需要 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咱们看几个例子 The wound would take a long time to heal 这个伤口得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愈合 这个take在这儿是require 需要的意思 而不是拿走 需要 再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谚语 It takes two people to make a quarrel 在这里面 这个it is是形式主语 那么需要两个人 什么需要两个人 to make a quarrel takes two people 这it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还是后面的todoo 那么两个人 需要两个人呢 才能构成一次争执 就争执争吵 一个人是争吵不起来的 什么意思呢 这是谚语 一个巴掌拍不响 是从两来莫怪一人 你已经说他赖他了 如果你要脾气好的话 两个人打不起来 你要客气点 就打不起来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么一个 大家看小孩打架的时候 经常这么说 第一个小孩说 You're an idiot 你是个大傻帽 第二个说 It takes one to no one 大家注意到了吗 前面这it也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 to no one takes one 是怎么样呢 需要 要知道一个人是傻帽 得需要一个傻帽 才能做到 是什么意思呢 就你也是 你是个大傻帽 你也是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能知道我傻呀 因为你跟我是同类呀 你能认出来呀 需要一个傻瓜 才能知道 另外一个人也是傻瓜 就这个 You're an idiot 我们把第二句话 来背一遍 It takes one to no one 再来遍 It takes one to no one 直接反正你也是 也行了 就可以了 你怎么说我是傻帽 咱俩同类呗 你怎么发现 认出来我呗 这么个意思 我们再看这个 著名言情小说女作家 Rose Franken 在一个小说中的片段 这是一个描述爱情的句子 咱们看怎么说 Anyone can be passionate But it takes real lovers to be silly 任何一个人 都可能对爱情充满激情 特别热恋的时候 如火如荼的爱 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怎么样呢 需要真正相爱的人 什么需要真正相爱的人 前面A的情世主语 后面真正to be silly 当爱情傻瓜 这需要真正相爱的人 才能做到 就是每一个人 对爱情都可能会 充满热情激情 但要对爱情 无怨无悔 痴痴傻傻的付出 这需要真正相爱的人 才能做到 就是爱情傻瓜 SA卡 IP卡 IQ卡 都给你了 这对真正相爱的人 那些 斤斤计较 谈恋爱时 看你们家有多少钱呢 你这个 这个结婚以后 买什么牌子车呀 这个并不是真正相爱的人 你看在这 而且我们从这个 多个剧组中看到这句型 It takes something 或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固定句型 做某事 需要什么什么 it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 后面再to do 这个句子非常非常漂亮 咱们造几个句子试试看 做一名 长跑运动员需要耐力 耐力 我们跟老师读一下 stamina 再来一遍 stamina 耐力 长跑运动员叫long distance runner 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 一般现在是 it takes stamina to be a long distance runner 做一个长跑运动员 怎么样 需要耐力 可以用它 再来一遍 反抗老板需要很大的勇气 确实搞不好把你吵了 反抗 就stand up to somebody 站起来 敢于勇于去直面他 跟他对抗 跟他去顶嘴 等等等等 可以这么说 需要很大勇气 a lot of courage 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啊 用这个结构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真正主义是什么呢 反抗老板呗 to stand up to the boss 这句就出来了 咱们再练一个 再练一个练熟一点 照顾一名残疾儿童 需要很大的耐心 很大的耐心 就用a lot of patience 很多耐心就行了 残疾的 disabled 照料 watch take care of 都可以 look after 都可以 我们看这个怎么说 it takes a lot of patience to take care of a disabled child 大家看到 这几个句子 共同结构 it takes something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 需要什么什么 这个take 这个表达特别重要 我们可以顺便 把这个结构 把它背下来 好 再回到文中 本文中说 得需要as long as it 就长达八天了 那真正主义 第一个呢 to rig up rope letters letter是梯子 rope是绳子 绳梯了 这个rig up 就草草的做成 用现成材料 草草搭起 咱们看英文解释 可能更好理解 to make something quickly out of whatever you can find 就是快速地 把某个东西做好 用无论如何 你能找到什么东西 甭管什么东西 能找到东西 草草做成 或草草搭起 这绳梯 位别是真绳子 什么床单啊 什么碎布条啊 拧在一块 草草搭起一个绳梯 它并不是 这个作为一个 长期的固定的 很永久的东西 临时把它做一做 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y rigged up a shelter using a sheet and some branches 他们草草搭起了 一个遮壁的地方 遮风挡雨 这个小棚子 用什么呢 用了一个床单 和一些树枝子 你看这是 遮风挡雨的一个地方 树枝子立那床单 往一蒙 弄得跟小帐篷一样 一个遮风挡雨 的一个地方 叫a shelter 这是草草做成 用手头的一些 现成材料 就是临时搭建起一个东西 是这个意思 叫rig up 这就好理解了 还有什么呢 and to跟第一个to 是并列的 两个动词不定是 都是真正主语 那么establish 建立了 那建立supply basis 就供应基地 怎么样呢 这个大概需要八天时间 在什么时候要做的事 句末before 是整个句的时间状语 before descent can be made into very deep cave 在一个下降 能够被做 之前进入 怎么这么变腿 什么叫下降能被做呀 其实则用了一个书面语 下降 我们这个动词 可以用descend 但变成名词之后 变成descend 注意descend是动词 它的名词形容就是descend make a descent 就是下降 相当于动词descend 就好了 其实本文中可以改成 before pathholders can descend into a very deep cave 在这些洞穴看探者 能够进入到 一个下降往下走嘛 进入到一个非常深的洞穴之前 但这么显的话 他一来呢 他比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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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嗦 为什么呢 因为肯定是洞穴看探者了 这个主语是谁 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必要把这pathos再说一遍了 二来一个呢 也不如本文中这个表达正式 因为名词结构 是比较庄严正式简洁的 所以直接把人藏起来 再次用无灵主语 用人的动作行为感觉当主语 这个结构大家太熟悉了吧 下降用名词descend 然后下降背座嘛 就是下降到洞穴之前 这个动作用它就好了 所以本文中确实用名词的话 抽象无灵主语 人的动作行为感知 但是你如果不会搭配的话 是写不出来的 所以有这个句法的知识 但同时就有词法搭配的这个 常识对我这本领才行 否则的话 光有一个诸葛亮没有大将 也是达不了仗 好 下句话说 precautions of this sort are necessary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tell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will confront the part-holder 他说这种类型的这个预防措施 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预测一下 预言一下 那么这个part-holder将面临 什么样的这个困难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我不知道洞穴下面是什么 勘探者没有人去过吗 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那么在逗号之前 明显是句子的主句了 就是这种类型的 precaution就预防措施 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 逗号for引导的一直到句末 是原因壮语从句 因为咱们多次说过逗号for 原因壮语从句 不能放在主句之前 it is possible 前面那个it呢 依然是形式主语 就是在for引导的 原因壮语从句的主语 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在这呢 to开始 动词不定式 意识到句末 还是真正主语 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要去预演一下 这些困难的 这个精确的性质 就具体是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困难 后面又牵套了一个定义从句 which will come from the part-holder 就是这个part-holder 将会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定义从句 修饰前面的difficulties 就好了 这是大致的 这句话的语法充分分析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 前面这个预防措施 precaution 这个词叫预防措施 可数名词 用单数复数都可以 我们跟老师大声在对面 precaution precaution 预防措施 这个词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这个caution c-a-u-t-i-l-n 本来就表示 当心注意 谨慎小心 这个意思 pere是提前 提前要谨慎 提前小心一点 是不是预防措施 特别好记 这个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个词用复数 比较常见一些 fire precautions 防火措施 safety precautions 叫安全措施 那么security precautions 叫安保措施 大家注意 这两个词 似乎中文中都说安全 但safety这个词强调 不要除意外事故 不要什么坠楼啊 不要溺水啊 注意戴好安全帽 这个安全 security 强调安全保卫 避免坏人进来 所以叫安保措施 sanitary precautions 叫卫生预防保健措施 就怕他们得病 喷一些药 来灭菌 这种 sanitary 叫卫生的保健的 sanitary precautions 叫卫生保健预防措施 就好了 那么它的动词搭配呢 我们往往用动词 take precautions 采取预防措施 去做模式 这个采取用take 是最常见的一个动词 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government took percautions to provide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政府采取预防措施 来防止这个 这个疾病的蔓延 采取预防措施 来做模式 take precautions to do something 可以用这结构 好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 叫采取措施 一般的措施 用measures就好了 动词还用take 你想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采取有效的措施 take drastic measures 采取极端的措施 想对抗恐怖主义 drastic 极端的这个措施 这是采取预防措施 和采取措施 相关的常见的去用吧 好 再回到剧中 大家注意 这个this word 又复习了 这个种类 sword kind type 还在以前说过 那个form 表示种类 如果放在名词后的话 这个名词 如果说可数名词 它放在种类前面 一般用复数 如果种类放在前 名词放在后的话 这可数名词 当作不可数来用 前面不加贯词 后面不加复数 这个结构 咱们应该还记得 本文中呢 是这么来说的 precautions of this word are necessary 这种类型的预防措施 是必须的 那如果把this word 放在前面呢 后面咱们用precaution 就当不可数名词 来用了 位语动词 当然用单数 this word precaution is necessary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时候 这个表达 是最正式的 尽管用下语法书 告诉我们 this word precautions 这个用法 也不能算错 但不够正式 咱们的书面中 这两个表达 是最正式的 注意 这个种类 在前和在后 对后面名词 担负着影响 当然进一步 影响到他做主意识 后面 位语动词的 主意识问题 好 那么后面再说 这精确的 这个性质 就是这个困难 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就什么性质的困难 就好了 什么呢 他摆在这个 洞穴看待者面前的 confront somebody 或face somebody 摆在某人面前的 就某人家会面临的 这个问题 同样某人面临着 某个问题 也可以说 be confronted with 或者be faced with 表示 某人面临某个问题 这个也行 就用被动了就好了 第一个是摆在某人面前 第二个是 某人面临着某个问题 这个都行 那本分钟 能用第一个搭配 是对的 好了 那么如果 partner做主意呢 可以用第二个 他们面临着什么问题 用被动了 注意后面这个 even with 很少by就好了 好 下面就用这个进一步说 the deepest known cave in the world is the gulfburger near grenoble 它世界上已知的洞穴中 最深的一个 是在grenoble附近的 一个叫 goofburger 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known 叫已知的 这是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来用 咱复习几个相关词汇 咱们在第36号 讲过一个 little known 相对obscure 叫显为人知的 很少被人所知的 显为人知的 还有呢 unknown 是不为人知的 大家都不知道的 还有个well known 是著名的 你看这几个都可以 一块来记 都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known 叫已知的 little known 叫显为人知的 unknown 叫不为人知的 well known 是著名的 众所周知的 都使用这个词 当中心词 我们说 it extends to a depth of 3723 feet 这个洞穴 一直深达 3723英尺 这么深 这个深达 这个结构 相信大家 无比熟悉了 咱们多次谈过 表示东西深达 尤其强到 这东西特别深 深达一英寸 这步行啊 强到深达特别深 叫 extend to a depth of 延伸到了这样一个深度 就是深达 这个结构 在17克最少见过 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 咱们先看看 在第78页的第11号 78页第11号 The platforms extend to a depth of over 100 feet and the sea 这两个平台 在水平面之下 深达100多英尺 深达 extend to a depth of 也是表示这个平台 特别深 这儿呢 山洞特别深 用它是可以的 那么高达呢 就上升到了这样一个高度 咱们复习 叫做rise to a height 叫做高达多少 刚好上升到了这么一个高度 见过以后 都可以放心用了 最好别自己编 咱们再复习 78页第12号 78页第12号 还是在17克 最长的吊桥里面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e terrace rise to a height of nearly 700 feet 在水平面之上 这两座高塔 高达将近700英尺左右 高达叫rise to a height of 同样强度 这东西非常之高 那么我们再接着复习 用细表结构 表示有多高 有多深 有多宽 有多长 该怎么来说 首先有多高 可以用B动词 或者用细动词stand 这个stand在这儿 不是站在那儿 而表示有多高 一样是细动词 用数量词做表语 是细表结构 那么用stand 用在书面译中 口语中一般都用B动词 stand是比较文气的表达 后面可以加补足成分high 或者加tall 如果表示人的高度 用tall好的 只是事物 或者一个塔 一个房子 用high好一些 同样的有多深 b 单单打deep 或者用in-depth 在深度方面 是这么深 后面在深度数量词 后面加deep 或者加in-depth 都可以 都算对 同样有多长的 b什么什么long 或b什么什么 在巨目加个in-lens 在长度方面 是这么多 都行 这个long 和后面的in-lens 可以替换 同样有多宽 这表达更丰富了 b什么深 在数量词后面 可以叫wide 有多宽 b2 meters wide 两米宽 或者一个可能across 这个用的特别多 一定表示宽度 b2 meters across 两米这么宽 或者干脆用 b2 meters in width 这个width 表示宽度 在宽度方面 是这么多 这个都可以 表示长 宽 高 是各种表达 好 咱们再进一步 他描述这个 最深的山洞 The immense chasm has been formed by an underground stream which has tunneled a course through a floor in the rocks 这个句子 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那么我们看到前面那个白颜色的 还可以看到句子主句 这个巨大的这个大峡谷 大裂缝 是由什么呢 是这样来形成的 是怎么形成 后面 by an underground stream 一直到锯末 这个斜体字 整个是个方式 重要语 是如何形成 修饰这个 before 这种词如何形成的 是通过地下的溪流 什么溪流呢 我们在家 我们看这个定义从具 位置引导的 整个到锯末 定义从具 修饰这个stream 这个溪流 这个沿着岩石中的一个裂缝 在地下挖出了一个 类似于河道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水流天天冲刷冲刷 而构成的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大裂缝 大山洞 是长期风化作用水 冲击石头而造成的 注意这个里边 这个tunnel 这个tunnel我们知道 当名词来用 表示这个隧道的意思 做动词呢 就钻一个隧道 好像真正去挖隧道一样 挖隧道钻隧道 course表示一个航线 对吧 或者一个水流的通路 一个航道都可以 那么这个through a floor in a rock 这还是在定义从具里的一个状语了 就通过什么呢 通过在岩石中的一个裂缝 这个floor 在那边裂缝 这水流天天冲刷冲刷 形成个大的峡谷 好 这里面这个名词chasm 表示深渊或者峡谷 尤其表示特别深的 这个大深渊 或者一个大峡谷 可以用它 这个到了四册中还会碰到 咱们参考下四册第35课 Space Audit 描写火星中的片段 你怎么说啊 It is a world of red sandy deserts Hence its name the red planet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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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es Savage Sand Storms Chasms Wider Than The Grand Canyon And At Least One Mountain More Than Twice As Tall As Ellerist 他说描述火星 这是一个红色沙子的荒漠 构成的这么一个世界 这红色Sandy 是到处是沙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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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er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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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荒原 那么 货号里是查尔 因此得了它的名字 这火星被称为红色星球 上面是红色沙子所覆盖的 还有什么呢 里面有万里无云的那些天空 Sandy 它没有水嘛 另外呢 是非常狂暴的沙尘暴 还有那个巨大的大深渊大峡谷 比美国那个大峡谷还要宽 美国著名的The Grand Canyon 在美国有个巨大的大峡谷 非常有明细的 但火山 这个 在火星上 这个Chasm比那还要宽 并且呢 至少有一座山 那么 比这个 我们著名的朱姆拉玛峰 两倍还要高 Averest 就是朱峰 咱们一会儿在 第 这个 42颗里面 还会出现 这个Chasm 表示深渊大峡谷 这个地方用的是对的 好 另外注意 这个 这个声音巨大的 Emas 巨大的 这个大深渊 Has been formed 是被这样来形成的 被一个地下的溪流 Wish as Tunnel 我们说了 这个Tunnel 本来做名词 表示这个隧道 做动词 就是挖隧道 形成一个隧道 在地下 天天冲刷冲刷 Tunnel的Course Course可以表示 河道啊 水道啊 或航线 在地下 挖出一个河道来 就通过一个 岩石上的裂缝 天天冲刷 而形成的 好 我们说 那为什么这个 大山洞 发现的时候 这么费劲呢 我们说了 The entrance to the cave is on the plateau in the Dauphine Alps 这这个大山洞的入口啊 在Dauphine Alps The Alps就是在欧洲著名的阿尔卑斯山区 Dauphine是法国东南部一个地区 阿尔卑斯山呢 是从法国瑞士中间穿过去了 在Dauphine附近的阿尔卑斯山附近 一个高原上出现了这个洞穴的入口 这个Plateau叫高原 也可以读读Plateau都行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Plateau Plateau都可以叫高原 然后我们著名的青海 Tibet Plateau 叫青藏高原 这个Tibet是西藏的意思 对吧 青藏高原 还跟它类似的有平原 平原叫plain 叫平原 像我们现在在华北平原 The North China Plain 叫平原 还有呢 我们常说的盆地 叫basin 就更低一点了 The Terran Basin 叫塔利木盆地 basin就用大水盆 用这个是同一个字 还有草原比较多 Savanna Prairie Grasland 都可以表示草原 这个Savanna呢 一般是表示什么热带 或亚热带那些大草原 无树无风的 大草原我们读一下 Savanna Savanna 最后一个H Silent H不发音的 我不要懂了Savanna 会没有的H这声音 再来面 Savanna 再看第二个 Prairie Prairie 这个词一般多指 北美洲的草原 在美国呀 加拿大 这个地方草原 还有一个Grasland 这各种草原都行 各种草原都行 对地域没有限制 中国的这个草原呢 就可以用Grasland 这个词了 它在中国的特殊地区 它并不在热带 也不在这个北美洲 Inner Mongolian Grasland 叫内蒙古大草原 Inner是内部的 Mongolin 叫蒙古的 或者蒙古人 蒙古人种 都行 Grasland 就草原 我们可以读一下 这个蒙古人 或者蒙古的 蒙古人的 都行 慢慢来一遍 Mongolin Mongolin 蒙古名词 把N去掉 用Mongolia 就好了 叫内蒙古大草原 好 它是在法国东南部的 这个阿尔比斯山区 发现了这个 一个高原上 发现了这个 山洞的入口 As it is only six feet across It is barely noticeable 它是因为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洞口 只有六英尺 这么宽 有多宽 就 Be six feet across 刚刚讲过 across 也能换成wide 或者in width 刚讲过 不重复了 这个几乎呢 很难被人注意到 barely是几乎不 几乎很难被人注意到 这个大的 这个 这个山洞很大 但入口数 特别特别小 那究竟怎么会 是怎么会发现呢 下一句话 咱慢慢说 好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个大山洞 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下句话说 The key might never have been discovered had not the entrance been spotted by the distinguished French pot holder burger 好 这句话又比较复杂 也是咱们四十二课一个非常重点的句子 咱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一直到discover结束 是句子的主句 The key might never have been discovered 这个山洞可能呢 永远也不会被发现 这我们看到 might have done 这个结构 用的是虚拟序 对过去事实的虚拟 这个主句中 我们大家还记得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这几个天洞动词 任选一个 完成时 have done 这个结构 用的完全正确 那后面这个 从句呢 本来应该是一个 if引导的从句 但这里呢 他用了if从句的倒装 正常语句应该是 if the entrance had not been spotted by the distinguished French pot holder burger 如果这个入口 又是没有被结束的 法国洞穴探险家 burger发现的话 大家看看正常语句是 if the entrance had not been spotted 在这用了倒装 他是把连词if去掉 然后把这个had的制度动词 再加否定词not 同时放到从句句首 这个时候去掉了if 这种倒装 只用在书面译中 这个虚拟器的这种倒装 也是在本课书中一个重点了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来说 总而言之 这是个虚拟器 与过去事实相反 如果当时他没有发现的话 说明当时的发现了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话 那么if从句中 用过去完整时 主句中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就是用might 后面大家还不得 完全符合 咱们先复习 咱们先看个正常语序 正常语序呢 had not the entrance been spotted 相当于if the entrance had not been spotted 这是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咱们先做复习 虚拟器 if从句的虚拟 与现在相反 与过去相反 还有与未来趋势相反 与现在事实相反 if从句中 大写的s表示主语了 后面能用一般过的词 必动词统统统用war 主句中呢 大写的s还是比较主语 未动词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和我们加动词原型 这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与过去事实相反呢 if从句中 未动词had not 像本文中的 主句中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had not 这个形式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还有一个 叫与未来趋势相反 未来不能叫事实还没发生 但与未来趋势相反 说并不太可能 在未来发生的事 第一个形式 if从句中用should do 这个形式 主句中呢 跟与现在相反一样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型 但if从句只能用should do 还有一个形式呢 就是表示极其不可能了 比如如果明天 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种极其不可能的事 在if从句中呢 we don't say dead 或者what to do 都行 两个都可以 主句不变 依然是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do 这两个都是表示 与未来趋势相反 第二个呢 更强调极其不可能发生 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用did 或what to do 主句中不变 都完全一样 这个是老知识的复习 咱们多次说过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道桩语序 if从句中虚拟语序的道桩 大家注意 不是每一个if从句虚拟语序 都可以道桩 它在道桩的时候 一般呢 满足这个条件 就在if从句虚拟与序的情况下 而且if从句里面出现了 这几个词 尤其是would 注动词head 还有should 出现这三个字的某一个的时候呢 就一般可以用虚拟了 怎么虚拟呢 把这几个词放到从句聚首 然后呢 把那if连词去掉 其他词排好对 就好了 would和should 没什么说的 注意这个head 这个head必须是注动词 如果表示实意动词有 不行 一定是注动词head 但过去分词 与过去实实相反 这个时候才行 本文中head 就前提了 它是注动词 只不过呢 它跟not同时前提了 这个not 根本跟它一块前提 是有灵活性的 既可以直接放在原来 这个未动词后面 在注动词后面的位置 也可以跟注动词head 同时前提 本文中这not 不一块前提 也是正确的 都可以 那么我们看几个例子 If I were you I would go abroad at once 这是与现在实实相反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马上就这个出国去了 与现在实实相反 if从具用中 必动词用ward 主题中用ward 加动词形 对 出现ward这个词了吧 可以怎么说 Where are you I would go abroad at once 我说你的话 立刻就出国了 大家注意 这种 if从具虚拟语气的道章 第一个 它必须是虚拟语气 第二个呢 至少满足这个ward head和should 这个词出现 而head是注动词 第三个 这个情况 一般只用在书面中 口语对话 咱们一般不这么说 只用在书面中 这个表达比较正式 再看与过去相反 If you had come here a little earlier just now You might have met her 如果你刚才 早来点的话 你可能就遇见她了 如果你刚才 早来一会儿 那么过去 与过去诗相反 if从具用 had come 过去完成时 主句 might have 加过去分子 这完全符合 出现注动词head 可以倒装 Had you come here a little earlier just now You might have met her 这个是可以的 再看与这个 未来趋势相反 与未来趋势相反 第一个看家 should的情况 If it should rain tomorrow You could stay at home 出现了should的 这个词了吧 可以倒装 怎么倒装呢 Should it rain tomorrow You could stay at home 当然这个should 得翻成万一了 如果万一明天下雨的话 说明天气报 说明天是晴天 是与未来趋势相反的 如果万一下雨的话 你就可以带在家了 should前提 还有对于未来趋势相反 这甚至完全不可能的事 If the sun were to rise in the west I will lend you the money 你看在这儿用了 would to do 这个结构 一般过去是did都行 然后主句中的还是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也行 这是would do 是对的 又出现这个word这个词了 又可以前提 跟刚才一样 word放到 if这个连词的位置 其他词顺序抄下去 would the sun to rise in the west I will lend you the money 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 if从去虚拟器 另外以及 if从去虚拟器的道桩 建议大家 在写作文的时候呢 能用道桩 最好用这道桩形式 一方面呢 它更显得 我们对语法 加以能力强 另一方面呢 这不是比较文气一些吗 这不是更适合于书面语吗 因为这个道桩 这种形式道桩 一般只用在书面语中 但是不要用错 把它记住就好了 咱们再做一道考研的单选题 考研英语的一道单选题 这是一个老题了 咱们看这个题应该选什么 他说 the millions of calculations involved had they been done by hand 什么 all practical value by the time they finished 这个involved 是过去分词 修饰前面那个calculations 这些数以百计的计算 包含进来的计算 要涉及到的这些 数以百计的计算 如果它们都是手工来做的话 had they been done by hand 一看had they been done 我们立刻发现 肯定是if从句虚拟系的道桩了 正常意思是 if they had been done by hand 如果这个计算 都是手工来做的话 那怎么样 恐怕到它们结束的时候 已经完全丧失了 实际的价值了 if从句用的是had 说明主句中 跟它一样是对过去的虚拟 一个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have done这形式 大家说选哪个 只能必是正确的 would have lost all practical value就好了 这个had they been done 选的if they had been done 是一样的 就是涉及到的 数以百万计的计算 如果它们都是手工来做的话 到它们结束的时候 已经可能丧失了 所有的实际的价值了 就好了 选B选项 这是正确的 好 再回到句中 再回到文中 下句话说 Since this discovery it has become a sort of potholers everest 自从这个山洞被发现之后 它就变成了 好像是洞穴勘探者的 珠穆朗玛峰了 这个since是自从 这个不能翻成因为 因为since呢 可以翻成因为 但是since表示因为的时候 它一定是个廉词 后面跟原因壮益从去 since做借词的时候 只有一个意思是自从 就自从它的发现 就自从它被发现之后 怎么样呢 它变成了 几乎是洞穴勘探者的 珠穆朗玛峰了 Everest 就是世界第一高峰 在中国的珠峰 但这里面有个重点知识的复习 就是做比喻的 a sort of a sort of a kind of 表示像什么什么那样 这一般是固定的 当比喻来使用的 好像什么什么那样 这个在这不翻成一种什么什么 我们复习下第十二课 五十八页第二到第三行 五十八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we sometimes imagine a desert island to be a sort of paradise where the sun always shines 我们有的时候把荒岛想象成是 天堂般的地方 那里阳光总是照耀 在这里面天堂般的地方 不要翻成一种天堂 好 这是复习 还有呢我们在第十四课 中线过的英雄般的人物 对吧 六十六页第十四行末尾到第十五行 六十六页十四行末尾到第十五行 In spite of this The Italians regarded him as a sort of hero 尽管如此 意大利人还是把他看作是 英雄般的人物 看到了吧 好像英雄一样 本分钟是好像朱姆朗玛峰一样 那么登山者喜欢攀登朱峰 以后洞穴勘探者喜欢挑战 这个最深的洞穴 这是做比喻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自从这个山洞被发现之后 这个洞穴真可谓是 洞穴勘探者的朱姆朗玛峰了 真可谓是 可以说是 咱们回顾一下第38课 又讲过另外一个比喻 大家不要忘记 174页第六到第七行 174页第六行到第七行 They will be able as in war to see and hear as in action 他们真可以说是 可以亲眼看到 亲眼听到我们在做事情 这个as in war 可谓是真可以说是 好像是 也是做比喻 那本文中的淡气气也行啊 只不过这个一般做插入语了 对吧 是不是可以说 since its discovery It has become as in war 自从它被发现之后 它就变成了真可谓是 洞穴勘探者的朱姆朗玛峰了 这一般用这个豆花跟它分开 做插入语了 还有一个真可谓是还记得吗 老师说的就 so to speak so to speak 也是做插入语淡气一样 since its discovery It has become so to speak the pot holder's everest 几乎变成洞穴勘探者的朱姆 重要指点不要忘记啊 咱们一块儿复习就好了 好 后面接着看 它说 Though a number of descents have been made Much of it still remain to be explored 尽管呢 已经有很多人都到这洞穴里面去了 但是洞穴依然有很多地方 有待于我们去勘探 这个在前面 Though引导让步壮与从具 里面依然是来自于 刚才那个搭配叫 make a descent 叫下降 相当于动词的descend 在这儿依然用的是无灵主语 用人的动作行为感知 这个下降做了名词 就是很多很多的下降被做了 其实就相当于 Though many people 或者a number of people have descended into the cave 就这个意思 但是肯定是人到了洞穴里面去 它不可能说已经有很多老鼠进去了 肯定是人了 所以这people就废话了 怎么办呢 人藏起来 无令主意嘛 人的动作行为感知 这个descend 动词变成名词descend 再由于这个搭配 make a descent 所以这很多的descend被做了 相当于尽管 有不少人已经进入洞穴探险了 翻译成中文 符合中文特长 还得有人做主意吧 尽管已经有不少人 到洞穴里面去探险了 但是怎么样呢 Much of it 这个洞穴里面很多的地方 still remain to be explored 依然有待于我们去考察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搭配 就有待怎么怎么样 remain to be done 有待于我们去怎么的 这又是一个常见表达 哎呀 这重要搭配太多了 比方说 还有几个问题 有待解决 sever problems remain to be settled 有几个问题 有待于我们去解决 就还没解决呢 有待于解决 再比如说看这句话 it remain to be seen how many senior citizens will actually benefit from this new plan 这个东西 有待观察 remain to be seen 就有待 还有未来我们再看看 有待观察 什么呢 it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how many how引导的主意从去 究究多少老年人 从这个新的计划中 真正能够获益 这个事是有待观察的 how many senior citizens 老年人真正从这个里面获益 有待观察 有待于remain to be done 这个结果顺便可以记录 好 第二段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因为我们有待会关注的 那麒麦